安安 大家好 這一集想跟大家聊一聊 背後搞小動作 那這個話題呢 直覺明瞭 事實上這個應該就是在這個 社會來講 廣大的 大家都可以對這個不難理解它的意思 跟它所造成的影響 背後搞小動作 事實上這就兩種成分 不難理解我相信大家 各位觀眾朋友也都很清楚 但只是說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 這是你常被人搞小動作 還是你常被我搞別人小動作 這兩個層面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一般都會有 被人家搞一點 被人家被弄一點 多少都會有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 純粹光搞別人小動作的 那你可以就是 可能就比較不是我們今天這一群的受動群 就是說我們今天講說可能 人都一種人性 或說你常被人家搞小動作的一個 可能範圍一個部分 如果說我專搞別人小動作 那就屬於公方嘛 一般我們來講就是說 如果是屬於被公方的話 教一些如何 可以說是自保的一個方式 或是怎麼樣去看出一個小動作的一個情況 有理由是說 一般搞小動作這種東西 來講大部分都是怎樣 跟你有一點相關的人 跟你完全不相關的人 理論上不太會 會那個 會掛鉤在一起 對 所以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有些人 尤其在職場 有些人都抱著冷漠 對人就是比較冷冷的 冷冷的 你會發現就是冷冷的 但是就很像冬敏的動物一樣 非常沒什麼事 但是跟牠有關的時候 就會開始正常的做 對不對 例如說目光腳踏在身上的時候 他對不對 該自嘲 該愚弄自己也是 對不對 然後該哈拉了兩句有沒有 該用一種很 那種很威脅的方式去 去表達事情 對不對 該像拔了 在拔了 該那個 都會有 拿捏尺度都會有 但是平常的時候就靜靜的 大部分這種人來講 大部分一半的心態就是這樣 就是 比較 不想跟人家有太大的連結跟瓜葛 這個點大部分都是自保的心態居多 為什麼 因為 老實講 邊高小松出來講 一般都是 你跟牠有瓜葛 就舉例來講 就是說舉例 就是說如果你本身 就不跟人家聊八卦 你很難 八卦連結到你身上 對 當然如果你說 我被人家攻擊刺 但是如果有些最可怕是在說 自己把八卦講給別人聽 有時候在社會 在職場很常遇到這種 感覺就是很熱絡 跟你聊了一些 但事實上就在掏一些問題 那如果你知道這種人 一般都會有所警惕 但是往往就是說 有時候人就是 欸 往往就是會 瞬間會分不清 為什麼 因為比較常弄一些事情的人 他就是會拱你 會那個 會跟你等下 會挑一些點 然後去攻擊那個目標 那你也很可能 我一上頭就開始 講 該講不該講 全部都講了 對 那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搞小動作的人也事實上 比較會有情況 就是說 他可能一般來講 就是 第一個他可能是 有一種情況 他可能是在背後 等一下搞小動作 是一種是 要攻擊你 詆毀你 黃化你的各種部分 搞小動作 第二種是什麼 他可能為了他自己的一個 好處 例如舉例 今天假設說 那個 辦公室來講 今天定期 例如說 有那個 那個 廠商 送了 六碗牛肉麵過來 六碗牛肉麵 對不對 然後那個什麼 兩個主管級的 分分的 趁四碗 四碗大家就去分啦 其他辦公室的 一二十人去分啦 還有人就搞小動作 趕快拿起來 類似這樣 趕快趕快去 千搶千贏 我說 你們都去掃地 然後是他一個人 這樣留下來 去拿牛肉麵 有沒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這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高小動作 那另外一種是怎樣 是為了 詆毀別人的小動作 你知道他嗎 哎呀 我覺得他 他那個 那個什麼 他要進入狀況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大家就要攻擊他 變相在攻擊他 這樣子 詆毀人家 這種是變相小動作 那有時候是 有的人是搞完小動作 他 就對當時的人 也不會太多於理會 那是英國點 可是有時候最怕 他那個 有人詆毀完之後 有沒有 他當時的來 然後那個詆毀的人 又 周圍的人 被剛剛詆毀的人 情緒帶影響 周圍的人 瞬間可能沒有什麼反應 結果後來 被詆毀的人 他會搞不清楚狀況 他會以為 跟他打招呼的人 是對他最好的 可是錯了 剛剛跟他打招呼的人 反而是戴傑之後 在詆毀他的人 周圍的人反而是被影響的人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會發現說 原來你最親近的那個 就啊 那這時候你一堆人 那時候 就只有一個人對你好 那你就 繼續聊天 你就跟誰 跟那個 繼續跟你很熱情的 但是他是詆毀你的 那他要套你的話 然後你就繼續講 講更多 他詆毀更多 周圍的人 他最後你離開的時候 他那個詆毀的人 又有你更多發話 他又講更多 然後再添油加助更多 詆毀你 所以這就是 惡意的什麼 惡意的攻擊 那時候 你說我被攻擊好難過 這個重點是 你可能 你說我這時候想 拿去棍棒打 你可能沒爭取 第二個 你打了周圍的人 你可能不會聽你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你要做怎樣 第一個要先清楚知道 第一個 誰在詆毀你 你要說 我不知道他詆毀了什麼東西 但你要清楚誰在詆毀你 在這個社會來講 人家不見得都跟你講 我跟你講他還詆毀你 為什麼 好比說 例如詆毀的人 講完之後 剛剛在旁邊聽到一個路人甲 聽到之後 他在跟那個被詆毀的人 講話的時候 他心裡跟你講說 那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有那麼差嗎 但他可能還是會跟他正常去交流 那被詆毀的時候 怎樣 如果他說沒有 沒有那麼差 紅八蛋就是他來批回我的 那這時候可能會陷入無限循環 因為 除非那個路人甲還願意聽你的 如果那個路人甲沒有聽誰 而對方已經陷入為主 在跟你做詆毀的動作的時候 你在講 有時候力道會比較剝弱 而且是 一般來講被詆毀的人 往往有時候氣場比較弱 就是我在智場來講 這樣 還沒那麼紅 還沒那麼油的 比較沒那麼得死 人家才會這樣弱情嚇死 對 所以等於是說 假設說被詆毀的人 第一個能怎樣 你要先搞清楚 例如說 假設你辦公室是一個 你的一個戰場 你要怎麼去判斷 你要先判斷就是說 第一個 誰在攻擊你 不見得知道那麼多 你知道誰 大概是源頭 那是源頭之後呢 那你就要對他有所警惕 這樣子 然後呢 你再去觀察 別人跟這種所謂的 這種 詆毀者的相處 人家存活一定有他的原因 你會觀察 別人一定也會 你後來 等你去觀察的時候 你會發現 原來別人在跟這個 詆毀者在相處的時候 別人 你仔細觀察 一些細微 你會發現別人也有所警惕 你當你能觀察到這個時候 就不停 例如舉例 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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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今天這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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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老鳥A 一個老鳥 很喜歡 攻擊 一個菜鳥A 老鳥 一個老鳥喜歡 攻擊一個菜鳥A 我就詆毀他 菜鳥A是夠爛的 夠爛的 什麼之類的 他常常就是啊 做都做不好 他常常消失不知道 跑去哪裡 躲在廁所半小時 還以為這種 常常滴回這種情況 的一個情況 跟菜鳥A 菜鳥B跟C的旁邊 停久了之後 等菜鳥一進辦公室的時候 菜鳥B跟C 這時候呢 老鳥就會跟菜鳥說 你又回來了 你剛去哪裡 他說沒有 我剛去哪裡 老鳥說 我以為你要躲在廁所半小時了 那B跟C 那時候 老鳥A是要滴回 老鳥就是要滴回A 然後講給B跟C 聽 那B跟C 這時候一定會挑出來說 沒有 欸沒有 然後你怎麼亂講話 不會 正常這樣 正常都提提 就這樣做自己的事 是不是 然後那時候 老鳥就會跟 等B系離開的時候 老鳥A就會跟A說 欸啊你那個什麼 那個 我那個主管 我看那是丁尼呢 這是王八蛋對不對 A如果忍不住菜鳥A就說 啊對啊 這是王八蛋 這是問蛋喔 等一下等一下 等菜鳥A又出去的時候 B系又回來的時候 然後你就跟那個B系說 欸那個A齁 菜鳥A 一直在幹招主管 啊 那主管回來的時候 哎呀你知不知道 A一直在招你 類似有沒有 就這樣聽有家族 然後這時候 對不對 那B系又說 A都會亂講話 對不對 然後主管就 喔他恭喜我 然後等菜鳥A回來的時候 你覺得這整個辦公室的氛圍有沒有 會怎樣 然後鳥一定又收起那種很虛偽的那種表情 然後就啊正常這樣做什麼 那這個時候 A真的就是所謂的那種墨虛 就被你這樣 這種就是標準的遇到小人 除非這是A有做什麼不得人 那如果沒有的話 A真的是遇到小人跟微君子 對不對 真的是小人 他就是遇到這種小人 真的沒有辦法 那這個時候A能做怎樣 如果他大概知道說 這個老鳥有時候攻擊他 但他沒有這樣 他就先判斷 欸老鳥真的在攻擊他 他知道喔這樣子 然後大概呢 了解一下 B跟C跟主管的一個份 然後如果說欸 此時主管有沒有 有意無意的 A都有點要定他 就可能是 剛剛被這個老鳥給洗腦之後有沒有 他就有意無意的要定他的時候怎樣 那這時候呢 這個時候就怎樣 這時候呢 A就是怎樣 迅速的就要 先 先不要再那個 就應該說先 看清楚誰是攻擊他的 然後呢 做好自己的本分 對不對 立球就是一個球文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的確整個情勢跟局勢 對他這樣很不利的 硬幹你不是什麼 乾脆靠方法 對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的故事來講 這是蠻長的 阿這種就遇到小人 等一下怎麼講 如果說你A呢 就算這時候那麼多 啊 對老鳥有沒有 啊不要這樣了 恭喜我 老鳥會 三八般修嗎 一般不會 欸 有的人的劣根性 的確是這樣 那你說或許 我這樣機率不太高 來講 這是一種劣根性 那事實上 B跟C呢 跟主管 事實上也知道 老鳥這個人的為人 不人品不好 他們只會怎麼樣 這時候A可以觀察 B跟C跟老鳥 跟老闆 跟主管 跟那個老鳥的對應 你會發現 B跟C 他們在對他來講 已經怎樣 適度的 對流之外 他們一定有一些 保護自己的方式 那如果可以 你可以觀察 原來B跟C 他就是異議該講 但是有些關鍵點的時候 有沒有 欸 老鳥要做什麼 他會適度的保護自己 欸 或者說 欸 平常就是說 他跟老鳥是面對面的 欸 老鳥就是在狗 但當老鳥要接近他位置的時候 他趕快把他的螢幕 轉換成是一個正常的頻道 因為要怎樣 因為他知道老鳥 可能會 就會選八卦 那時候看他如果在摸魚 也會去 會三八之一的 他們自己的八卦 所以你會發現說 原來這樣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 人跟人的相處是蠻複雜的 對 所以等於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應該就是說 第一個 明確的方式 應該是先判斷說 誰是壞人 對你來講是壞人 因為人家攻擊你的馬 判斷人之後 然後你在觀察路 那些問得不錯的 什麼是自保 先求保 對 然後再來這過程中 慢慢呢 去恢復自己的元氣 然後等一下呢 去再尋求自己的立足之點 應該來講 可能會適合比較是這樣 就是說 有些職場 對 為什麼打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就是有點 就是有點這樣子 哇 但是有點這樣子 而拉開或其他攻擊別人 事實上也不會是因為利益的關係 對 我們之前在節目上也有講過 就是說 利益的部分 會讓很多人 就是社會來講 如果把利益打開的時候 很多人就結局 為什麼 說把這個利益 對啊 所以就是說 在整個的一種 那個 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整個的一種 你是說 人啊 利益啊 或很多的關係 人本來就會牽涉到很複雜 對 那當然就是說 應該說今天就是一個 回歸到 因為事實上 我們這個 也有跟我們之前講的一些 基礎蠻像 就是什麼 就是一些利益啊 或是說 整個的一種 人性啊 這個 都牽涉不掉 很多人牽涉不掉一個點 只是說 在任何事情來講 就是說 我們做很多的節目 就是說 就是說 有人是這樣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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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種人會不會戴戒指 可能會 可能不會 但一般比較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小人 所以等於說 周圍的辦公室的人也都知道是小人 所以等於說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高小動作的人會繼續這樣 盛行 主要是因為周圍的環境 的一種默許 對 因為這絕對是一個默許 那這 其他有嗎 有牽涉到有利益的一個部分 對 所以等於是說 有人說 那個人都在摸魚啊 這樣主管不知道嗎 主管可知道的 對 那是因為每個人的結構的部分 所以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 這種所謂的 搞小動作 如果今天來講 就是說 有集中 回顧到我們今天講的 小動作如果說今天是 有的人是這樣 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例如 搶工啊 沒有兩個做 然後 兩件事情都要兩個人去做 然後 趕快趁不注意的時候 趕快跑去 跟主管匯報 情況 為什麼 他等於瞬間的功勞 這次就叫小動作 是 那另外一種這樣 A去攻擊B 你知道嗎 跟主管主管 你知道嗎 那個B齁 每天上半天摸魚 每天上半天在那邊搞自己的那個什麼 搞自己的那個網拍平台 對不對 這誒毀人的小朋友 這都有 對 那有的人甚至會這樣 那個B齁 有時候跟他配合起來 然後常常都會 都 有點不細心啊 或者做事都有點拖拉 就是有益的 聽得出來 因為在聽的人 事實上大概都聽得出來 這個是有益還是沒有益 去刻意去帶領這個人的 一種 導向 就是故意抹黑的 聽得出來 一開 就是說有些是客觀 有些是很惡意的 那聽得出來 例如說 怎麼聽最明顯 例如說 350只要講到這個 A就會刻意攻擊到B 那種就很明顯 那一般這種 周圍的人會不會跳出來 放逼講話 不會 正常不會 大家會想 大家會心裡 會是一個判斷 會說 原來A會這樣講 那B是這樣的 我才確認就是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說 一般人不願意陷入 像我們剛剛節目講 一開始很多人就是 還比較冷漠 他不是冷漠 他是不想去陷入 人跟人間的一個紛爭 所以你在辦公室 如果A跟B吵架的時候 有沒有 很多人就會瞬間這樣 就很埋頭骨骨 出去的工作 就是很顯而易見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不願意去陷入別人 這種無辜的紛爭 這個實際上 不陷入別人的紛爭 也是好像是一個 比較明智的選擇 在這個當年這個社會來講 所以就是說 搞這個小動作來講 第一個 你如果是搞別人的 那真的是 如果是被搞的 那你要分幾個層面 那當然你如果要說 找到一個頂途 有的人說 跟他硬桿或什麼 有時候 是有時候 也會查個原則性的問題 該反擊就反擊 沒有錯 但有些東西又要那個 所以真的很難講 這真的是很難講 每個人用每個人的關卡 而且又是一無刻一無 對 有的人就這樣 呼風喚雨 結果後來一個人 馬上馬上課死了 更是如此 常常都這樣 原本他在這個時代 呼風喚雨 結果後來一個人 馬上馬上課死了 就是相生相克 真的是一無刻一無 對 所以等於是說 在這種搞小動作 或是背後這種的人來講 事實上 如果統稱來講 就是人品不是很好 那人品不是好 你要先一定要過濾 誰是人品不是很好 對不對 然後甚至就是說 讓周圍的人 知道就是說 我跟他的相處 就是僅止於撿到兒子 這是蠻重要的 有些人事實上 就知道 他這個人就這樣 他會怎樣 就會很誇張 謝謝 感謝你 就這樣 代過他不會有更深一順的交流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是保持 也是讓周圍的人知道 我跟他的交流 就是這樣 他哪一天講出來 都對我的八卦 事實上是怎樣 是不至於人偷我的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 他講的閨蜜 或好朋友 講出來的撒傷性 會更大 因為是翻臉之後的撒傷性 那真的是先帝 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很多人就說 那個誰跟誰的閨蜜很好 那是有時候是一個 真的那麼好的 是一個點 但是有時候 當翻臉的時候 那真的是問題很大 所以很多人就會講說 事實上這個人 是不是人品好不好 是一個點 所以就是說 這個人搞不好的小動作 是一個點 這個人有沒有人品 是一個點 所以有時候在職場來講 最後久了又發會是人品 對不對 那很好聊 廢話 你如果有利益 人家什麼都好聊 你仔細觀察 現在有的人舉例 例如A 他會對A 他可能對假跟疑的態度不一樣 為什麼 假可能是很落魄很弱勢的時候 那個 那個假問AA 就大一句就這樣帶破 不想 然後呢 疑呢 得似乎出風話語的時候 對不對 那個疑跟A碰到的時候 就會一直聊一聊 那時候假錄我說 假錄我說 你要找機會跟A聊 會不會沒有 為什麼 因為A的認得來呢 你就是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這是人品的問題 所以有些人就會說 好難過 社會好複雜 是 如果你把社會的這種 所謂的人性 或所謂的這種利益 把它切開切開之後 你會發現 有人說 人很複雜 人真的很複雜 但人也很簡單 人就是以利益和關係為主的一個架構 這很殘忍 那是一件事實 所以我們再回歸到 有些職場 有些人就比較冷漠低調 他不是冷漠跟低調 他不是笨笨的 你會發現有些場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冷漠低調 但他試一下是怎樣 他有他 有他自己生活豐富的一面 他為什麼 他事實上為了保護自己而已 對 因為他事實上很清楚的知道 有時候 權力來的 不是這個人可以 是這個人就 降到他身上的權力 他自然就胡聞萬語 對啊 那事實上 很多人就會覺得高雄工作很煩 可是事實上 這種情形 無其不由 所以就是說 你不太能阻止別人 講什麼八卦 像這樣 講你話 想什麼 來跟我講什麼 一定要打破砂鍋混到底 跟你講的人 事實上也會有所保留 所以 那時候最好能做是這樣 你常聽到有人講一句話 我知道他是這種人 他這句話是什麼 第一個 我現在已經有提防了 第二個 他散發出來的訊息是什麼 他對你 可能就點到回事 他還沒有跟你講出來 他的王八蛋 類似他心頭還沒有 就等於說兩個層面 他散發出來的很多層面 對 所以等於是說 有時候 人跟人 有時候 很多人就是說 很多人吃虧 有時候 吃虧不見得的時候 真的很吃虧 因為你至少說 在眼前你吃了這個虧 讓你後面逼得更大的虧 對 有時候人就說 我有時候會看錯了 怎麼會這樣 可是你要有時候 可能要思考一個點 可能你現在 當然這樣講 或許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 事後阻隔的那些事實 就是說 至少你在小虧 如果你認為你的小虧 這樣吃虧 有時候反而不見得是不好 總比一次性是大虧 你舉例 你今天 好比說 你今天全部 全部都 一個自身家 你認為一個 以前認知的一個同事 覺得是一個好 認為可以交集的 來 投入一千萬 棒 整個垮掉了 對 總比這樣子的 我不能說一定對 但是我是覺得說 相對的 對 人跟人真的是 人性真的是太 太複雜了 牽得到利益 人心格獨皮 真的 想想想 一層皮 但是一個人心 就是幾個世界 這樣子 好 今天先分享到這邊 掰